我是指揮官吴杨真,全国三人跑载,政府各机关,公务人员,各社校,教职员老师,各警察机关的警察工作同仁, 各小凡机关的小凡工作同仁,以及全国的劳工朋友,今天你们举办中华民国106年,兴建及爸爸传世,互宪卫传, 三百天纪念活动,我新疆百岁,行动不变,特别以资深公民的身份,透过录影,向各位传达对各位的敬意和祝福, 我又愿意,就这个机会,向各位提出三点建议,供各位参考,第一,重罚, 我的意思是,无论政府和人民,一切指张言论作为都必须依法,合法,守法, 宪华,是国家的根本,国家,一切法律的根本,所有,违背宪法的,法律,命令,文书,都是威胁而无效。 第二,团结,我说团结的意思,就是要在,冲发的气球上,所有,全国, 都必须依法,中,公,校,行,销,劳,勞工朋友,要留位一体,翻现一致,行动一致,国标一致。 团结的意思,不是让你服从我,也不是让我指挥你,而是应该,本着, 公选公有礼,公选公有礼的精神,相互保佑,彼此艰难。 第三,要坚持,我们知道,我们八年,得日堪仗,最后的胜利,就是由坚持在那里。 我非常认同各位,呼吸未传的目标,我刚好珍惜,痛惜, 各位,这三半天,精神上所承受的高级,身体上所承受的辛劳。 不过,为了国家的信誉,为了我们个人的强益, 我们必须坚持到底,奋斗到底,不找方提,要不忠止。 我,在过几天,在过一、二十天,就是八岁了。 行动不变,不能和各位一起行动, 但是,我在精神上,心理上, 一定追随各位,奋斗到底, 不得方提,事不忠止。 祝各位,胜利,成功,谢谢各位。 很好看喔。 忘记赞在下谷了,